二贵钳子光被人嘲笑和孤立 因为他曾经拜了个贵子守为师父 想要干此营生 行众行 贵子守势必不可少的 但此营生并不是提把刀就能干 需要长时间锻炼 不管是心智还是守法 需要娴熟后方能上刑场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而每个学徒最开始上刑场时 都是负责引刀 何为引刀 就是站在前面引起犯人注意 后面的人则趁着犯人分神时手起刀落 一般引刀者和持刀者都是师徒关系 钱子光仅做了一次引刀者 他心软 天性善良 实在看不得如此场面 干不了此营生 这是无法勉强的 师父虽然非常生气 但他坚持要回家 师父暴怒之下 将一把给他准备的刀断成两截 带饼的一半送给他 算是师徒一场缘分到了尽头 以后恩断一绝 钱子光转回家中 他营生没有了 而且还有了二贵这么个外号 这并不是个什么好外号 是人们在嘲笑和讨厌他 无他 刽子手因为营生的原因而被人们鄙视 钱子光虽然没靠此吃饭 可也算是败过师父 这导致他被人孤立 到了二十三岁还没有娶妻 而且想找个别的营生也不容易 万般无奈下只好挑着挑子犯早 此营生不用跟着别人干 独来独往 去得远了 自然无人知道他的过去 算是雇住了生活 家中只有他一个人 加上被别人烦 他很少回家 一年中多数时候挑着挑子在外面 他卖枣子习惯去集市河城里 赚到的钱不多 由于一直在外面吃住 也结于不下几个钱 这一日他去城里卖枣 刚卖完天空突然落雨 并且伴随着狂风 如此天气 能找个地方吃点热食 再饮上点酒 岂不美哉 想到此处 他挑着担子 去自己尝吃的一家饺店 这种饺店其实就是小酒寺 小饭馆 人家大地叫正店 小店中卖的大多是普通食物 比如鸡碎吹饼之类的 求个实惠 向前子光这类行脚的小贩 来这种店最适合 由于落雨还刮风 他埋头向前直走 刚到店门口 却听到一阵吵闹声 有人在赤骂 转头一看 原来是店中伙计在训斥一个妇人 此妇人衣着普通 相貌呆滞 手中死死抓着两个吹饼不松开 而伙计说她是个窃贼 前子光看得直皱眉 此妇人穿着虽然普通 可并不像个乞丐 看她死抓着吹饼不松开 显然是恶坏了 再看她的表情 像是有些吃傻 你不松开是不是 不松开我可要打你了 火鸡叫嚣着要打妇人 而且她并不是开玩笑 手高高扬起 欲要打妇人的脸 四周看热闹的人不少 大多莫不关心 恶劣者轰然叫好 前子光却看不下去 两个吹饼值不了多少钱 这伙计为何要抓着富人不放 虽然是做生意 可怜你一下又怎么了 你且住手 她张嘴喊住了伙计 伙计转头对着她笑 她经常来死店吃喝 伙计自然认识她 低头哈腰道 客观有事 前子光摆了一下手 你别打她了 没看她吃吃傻傻吗 况且看样子是真饿了 吹饼前我出了 不要为难她 伙计赶紧点头后进店去忙 她看着富人站在雨中 狼吞虎咽将吹饼吃下 吃完后却又死死盯着店里 显然是没有吃饱 哎 也不知道是何处的一个可怜人 她走过去 拉着富人的手进入店中坐下 张嘴要了一些鸡碎和面 富人一看两眼放光 将这些吃食 一股脑拉到自己面前开吃 她愈发觉得富人可怜 她自己其实也有点饿 本来要两碗面有她的一碗 可看富人都站住了 只好起身想要再要一碗 不料尚没有站起 正低头吃饭的富人却小声说道 你看店外有没有两个带斗笠的人 她一愣 这富人说话 怎么半点吃傻的样子也没有 跟刚才判若两人 不过她还是向店外看了一下 在外面的屋檐下 果然站着两个带斗笠的人 两人小声交谈着什么 不时向他们这边看一眼 你别盯着他们看 听了富人的话 她喊来伙计又要了一碗 富人低头猛吃 头也不抬 鞭吃说道 你想办法带我离开这里 摆脱外面那两个人 钱子光此时已经完全猛了 这富人刚才偷吹饼 而且神情呆滞 自己以为她有些吃傻 而且恶极眼了才会如此 没料到她此时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外面也确实有两个她说的人 她是谁 为什么会被外面两个人监视着 自己要带她离开吗 自己能带她摆脱外面那两个人吗 万一自己因此惹上麻烦怎么办 富人再不说话 吃得仍然很快 钱子光鞭吃着还心中忐忑 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将要吃完时 她做出了决定 不管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个男人一直盯着这个富人 想来富人是弱者 自己如果不帮 怕也没有人帮她 想到这里 她招手叫来伙计结账 然后一只手挑着担子 另一只手拉着富人 假装边问话边向外面走 你家是哪里的啊 为什么会在这里 家 哪里 富人言语迟钝 出门后 钱子光瞥了一眼戴斗笠的两个男人 这两个男人样子凶悍 看着不像善茶 她边听着富人说话到了街中 向前几步后 突然拉着富人转向一条小巷 进小巷时 看到两个戴斗笠者慌忙追来 她在城中卖枣子 而且是沿街叫卖 对于各种小巷非常熟悉 拉着富人进入小巷 跑了一半又拐入另一条巷子 在这条巷子中推开一扇门 这是一处破院子 里面住着几个乞丐 顺着破院子到了前门 出去后就已经到了另一条街上 脚下不放松 带着富人很快出了城门 又向前行进进一里路后 拐入满是庄稼的小路 后面的人再追不上来 就算是追上来也找不到 她这才放下心来 脚步也放缓慢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二人是谁 为何要一直跟着你 你们有仇 她接连发问 富人却一声不吭 真是岂有此理 她正欲发火 富人却弯腰呕吐起来 将刚才吃进肚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浅子光看得心惊 看样子 她并没有那么饿 这些东西是硬塞进肚子中的 她为何要这样做 正想着这些 刚刚呕吐完的富人却突然身体摇晃 两眼也不住向上翻 根本说不出话来 浅子光吓了一跳 担子也顾不上了 扔在一边 背起富人便跑 附近有村子 她找到个郎中 女要为富人诊治 不料郎中一看便连连摇头 说这富人没救了 浅子光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她明明好好的 怎么会再突然之间就没救了 郎中说她是被撑死的 可能是几天没有吃过东西 猛然吃了那么多 又跑了一段路 虽然呕吐出来一些 但还是不行了 这可真是天下最无稽之事 浅子光手足无措 如果这富人死去 自己可怎么办 富人指着外面 示意浅子光将自己带走 她像木偶一样将妇人背起 到了外面 妇人却从身上掏出一枚簪子递给她 带着这枚簪子去 去星人府梦家庄 找个叫梦园外的人 你会得到报酬的 浅子光六神无主 这妇人叫什么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自己也不知道 现在却马上要死去 还让自己去星人府送东西 自己该怎么办 夫人你不能死啊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死了我呢 你怎么办 但妇人再没有回应 她转头一看 妇人脑袋已经搭了在她的肩膀上 明显失去了 浅子光欲哭无泪 这哪跟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但此时妇人已经无法回答她 放下妇人 懊恼异常的她 还是决定找东西让妇人露土 做完后 她呆呆站着 心里有一半茫然和一半伤感 伤感的是妇人刚才还好好的 现在却已经去了 茫然的则是 妇人给自己的簪子有何用意 去星人府交给别人又如何 跟着她的那两个人又是谁 自己该怎么办 去送不去送呢 这些问题充斥着她的脑海 导致她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 反正此处已经离家不太远 先回家吧 回到家后 再决定去不去送 其实 她这个时候已经做出了去送的决定 要不然她心里的谜团无法解开 而且妇人可是临死前交代给自己的 自己如果不去 就等于是违背了妇人最后的意愿 她都已经死了 这个医院只好自己去帮她完成了 刚到村口 突然遇到几个村里人 这几个人撇着嘴看她 哟 这不是二贵吗 有人找你 跟你一样凶 这几个人本来是嘲讽钱子光 但却引起了她的警惕 村里人讨厌她 这个她是知道的 但有人找自己 什么人 她才不敢直接回家 而是躲在了村边 一直过了一个时辰 从村里出来几个陌生人 里面就有九四万带着斗笠的那两个人 他们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家 这让钱子光有些想不到 实际上想想也并不奇怪 他经常在那里吃饭 平时大家也聊天 会说起家在什么地方 而他带着妇人凭着地形熟悉消失 追着妇人的人当然要回去问 不明真相的人会随口说出来 所以这些人才会这么快找来 假如不是妇人在半路死去 她也埋食耽误了时间 这些人会把她和妇人堵在家中 等那些人走远后 天也已经黑了 刚才停了的鱼又开始下 她则摸黑进入家中 他们并没有在家中留人 想来是也在村里打听过 知道她平时极少回来 所以那些人才会离开 但是他们仍然有可能随时回来 她也不点灯 摸黑收拾了几件衣服 装进包袱中后 欲要出门 又回转身从床下拿出了那把断刀 她平时外出不带这把刀 认为没必要 但此时要去星人府 而且还惹到了一帮 不知道是什么底细的人 带着这把断刀 可以壮胆 也许将簪子送回去就可以结束 也就没有自己的事了 星人府并不是太远 她赶路时特意留意 路上倒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时日后到达星人府 按照妇人所说赶到孟家庄 顺利找到了孟元外家 她以为对方既然称为孟元外 那么肯定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孟元外竟然是个年近古稀的老者 而且此时病入膏肓 随时都能死去 看着躺在床上的孟元外 钱子光将自己所碰到的是 跟孟元外说了一遍 孟元外躺在床上不住发抖时 外面闯进来一个姑娘 此姑娘二十岁左右 对着钱子光怒目而视 你跟爹爹说了什么 为什么要气她 钱子光苦笑 自己只是告诉她真相 哪里气她了 她明显是得知了妇人去世的时候 开始激动 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瑞儿休要训斥她 是她埋葬了你娘 也证实了你的身份 听了孟元外的话 钱子光更加恶然 那妇人竟是此姑娘的娘 姑娘叫孟元外爹爹 说明妇人是孟元外的妻子 两人相差的不少 不过 看孟元外家大业大 有这种差距也并不稀奇 况且这是人家的家世 她也不好意思问什么 什么叫埋葬了我娘 我娘怎么了 姑娘盯着钱子光喊 钱子光还是苦笑 夫人过世了 姑娘全身也开始颤抖 钱子光将簪子递给孟元外 孟元外看着簪子不住流泪 簪子是她的遗愿 此事我已经完成 这便要回去了 她说完就要出去 孟元外却伸手拉住了她 埋葬的地方只有你知道 你得告诉瑞儿 瑞儿便是这姑娘 但怎么告诉她 她对那边又不熟悉 自己就算是说了地方 她又怎么能知道 你带着瑞儿去地方看看 等后面一切稳定后 她要把她母亲给接回来 听了孟元外的话 钱子光一个头两个大 自己还要带着这个姑娘回去 然后再送来星人府 倒不如直接派别人跟着她 到了那边后 自己指地方 这些人将夫人挖出后 带回来便行 也省得自己再跑一趟 她现在还不能回来 你只需要先带瑞儿去认清的方便行 为什么不能回来 钱子光又是一无所知 瑞儿看着孟元外说道 爹爹 我去了你怎么办 你身边不能没人 孟元外将簪子握紧说道 放心去吧 家里还有管家 这边有做生意的去那边 你们跟着他们一起出发 这样安全一些 我会等着你回来 钱子光觉得自己需要问一下 那帮追的人是怎么回事 可上没开口 有人推门进来 此人有五十岁上下 进来便握着孟元外的人喊哥哥 孟元外对着瑞儿还有钱子光摆手 示意他们出去 门外 有个管家打扮的人见他们出来 自己则马上进去 孟瑞儿显然是个雷厉风行的脾气 催着钱子光赶紧上路 他还要赶紧赶回来 钱子光心里微微有些不舒服 不管怎么说 自己算是帮他富人和帮了他们家 尽管自己并不是为了图金银报酬 可到了这里 别说什么钱财酬谢了 饭都没吃上便又要回去 不过转念一想 这家似乎有特别紧急的事 还是不要计较了 就这样 他到了星人府 没吃饭 没喝水 等于是将簪子交出去后便又回转 只不过这次带了个姑娘 孟元外说的没错 他们这边的确有一帮做生意的要去那边 正好同行 孟瑞儿一路话不多 一直阴沉着张俏脸 仿佛有无尽的心事 钱子光的话也不多 他本来就极少跟别人打交道 况且这还是个大姑娘 他如果没话找话说 说不定会惹恼孟瑞儿 回去后 钱子光带着孟瑞儿 到了掩埋妇人之处 一路无话的孟瑞儿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边哭边说 钱子光也没听明白 反正就模糊听到什么受苦二十多年 好不容易该享福了 母亲却去了 孟瑞儿哭了整整一个时辰 方才停下 既然地方他已经记下 那么他就该回去了 而且他非常着急 一刻也不想停留 钱子光也没有多说 家中爹爹重病 父母却刻死在此 他着急回去也可以理解 只是 他是必须要去送的 要不然让人家一个姑娘家 独自回去算怎么回事 他心里会不安 事情也不能这样做 他要再次相送 显然出了孟瑞儿的预料 他盯着钱子光看了好久 只说了五个字 你是个好人 钱子光哑然失笑 带着他便又匆匆出发 折返星人府 算起来 钱子光已经在路上借一个月 身上味道很大 他包袱里衣服有限 原本也没有几件衣裳 孟瑞儿实在受不了 准备在下次住店时 就帮他洗一下衣服 要不然天天同行太折磨人了 他也因此发现了 钱子光包袱里的断刀 看着大惊失色的孟瑞儿 钱子光只好把自己的过去 说了一下 让他没料到的是 孟瑞儿毫不在意 反而恨恨说道 那些作恶的坏人 就该送他们上路 这倒出了钱子光的意料 孟瑞儿的不反感 让他有些感动 孟瑞儿说道做到 朱建石人家 果然主动帮他洗衣服 此时天已经快黑了 无所事事的钱子光 背着手向后面走 这店里后面很大 厨房也在后面 他本是乱转 不料却看到一个 带着斗笠的人 闪身进了一间屋子 他心中大惊 这带斗笠之人 为何如此熟悉 心中疑惑的他 想要悄悄到门边看看 刚走几步 一边的屋门突然被拉开 一个老者伴随着 一个妇人出现在门边 妇人看到钱子光后 大吃一惊准备后退 老者却赶紧扶住了他 然后对着钱子光笑 这位 为何跑到小店后面 这后面是不兴住人的 见钱子光一直盯着吃惊的妇人 老者又笑着说道 这是我们店里的厨娘 钱子光听后点头说道 在下随便乱逛 不觉到了此处 打扰了 他边说边回转前面 找到正在洗衣服的孟瑞尔 拉着他便进了屋子 急切说道 不对劲 我在后面发现几个可疑之人 有个妇人被说成是厨娘 可是她双手白皙 细皮嫩肉 绝不是个厨娘 我们得快点离开 孟瑞尔听后有些吃惊 此时天已经黑了 而且处在荒郊野外 我们能去哪里 钱子光感觉现在去哪里 也比这里安全 所以她不再多废话 而是悄悄抽出包袱中断道 推开窗户便让孟瑞尔跳出去 自己随后也跳了出去 她没敢走门 害怕被人看见 他们能混进这店中厨房 说明认识或者布置了不少人 不生不想逃走才是高招 她想得倒是挺好 可是别人也不傻 她和孟瑞尔刚跳出窗户 就被一群人给围住 其中正有那个妇人和老者 孟瑞尔看着妇人 两眼中全是恨 果然是你 你觉得这样就能让你儿子得到一切 妇人脸色阴冷 是的 只要你死了 一切便都是她的 钱子光此时仍然不知道 这妇人和孟瑞尔有什么纠葛 她握着刀的手紧了又紧 思考着如何带孟瑞尔突出去 她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让她走吧 孟瑞尔想让钱子光离开 钱子光哪里肯走 她胆子是不大 但跟人家孟瑞尔同行 现在有了危险 自己一个人离开算怎么回事 这种事她万万做不出来 妇人听后冷笑 跟她没关系 如果不是她带走你娘 如果不是她送簪子 怎么会发生这些事 放她走 放她走后去告发我们吗 你个丫头 点子倒是挺多 钱子光伸手把孟瑞尔拉到自己身后 她跟着师父学艺 最重要一点就是刀法和伙后 比如砍瓜和砍香头 练就了熟练的刀法 这几年 她挑着担子到处卖枣 练就了强悍的体力 这妇人显然小看了自己 妇人对着众人挥手 这些人一拥而上 钱子光挥着断刀 跟对方撕打在一起 凭着灵力的刀法和体力 这帮人竟是不能近身 而她也没有下死手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 这中间有什么恩怨 虽然妇人表现得极为狠毒 但要人命的是 她还是做不出来 她这样想 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体力 好汉难敌四手 人家轮流上 她只有一个人 还要护着孟瑞儿 动作越来越慢 被活活累得挥不动刀 是迟早的事 妇人脸上的得意 越来越胜时 四周突然亮起了火把 一圈人围拢过来 那些带着斗笠 围攻钳子的光的汉子们想逃 却被举着火把的人 全都制服捆绑起来 只剩下妇人自己战力当场 借着火把的光亮 呼呼喘气的浅子光看到 带领这帮人的 竟是梦园外的管家 二夫人 手段太狠了点吧 园外知道你狠 没想到你竟然狠到 真的能对自己的侄女下手 没想到你狠到 能一直追杀你的嫂子 事已至此 妇人恶狠狠喊叫 她不是嫂子 她多年不在 凭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 凭什么那么大的家业 都给这个丫头 那该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家的 她说这些 管家摇头叹息 让人带着妇人 和一众大汉一起回兴人府 在路上 孟瑞儿终于告诉了 前子光详情 在九四前的妇人 是孟瑞儿的娘正氏 这个妇人则是 她的婶婶怜氏 二十年前 正是只是 梦园外家的一个婢女 却跟正元外生情 导致有了孟瑞儿 孟元外家的人不容 将他们娘俩赶了出去 正是带着孟瑞儿远走 孟元外家前些年连遭意外 导致两个儿子全部离她而去 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 很多人认为 孟元外的家业以后要归侄子 可万万没料到的是 正是带着孟瑞儿 恰在此时回来 重病了孟元外 感觉亏欠正氏和女儿太多 特地找人立下医院 她死之后 所有家产禁属留给孟瑞儿 侄子什么也得不到 就惹恼了连世 她说来认亲的正氏 并不是当年的正氏 只是一个骗子 听说孟元外生病 就带着女儿过来 冒充正氏和女儿 图的是孟元外家业 正是为了证明 只好回去拿当年离开时的信物 也就是那枚簪子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连世却派人想要杀了她毁掉簪子 正是一路装疯卖傻 跟着的人问不出来 也不能杀她 装疯卖傻的连世遇到了浅子光 她因此卷了进来 送簪子回来 孟元外让她带着孟瑞儿去人 其实是为了调出后面的黑手 孟元外虽然病了 可她极有心机 怀疑的也是连世 但她需要证据 钱子光带着孟瑞儿前脚出发 后面管家就带着大量的人跟着 就是为了抓现行 由于去时路上有做生意的同行 连世无法下手 只好再回来的路上再动手 没想到钱子光极为警惕 从她双手白皙看出不是个厨娘 要带着孟瑞儿逃走 更让连世合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钱子光竟然会耍刀 成功抵挡了一阵 使管家他们赶到 导致计划全盘败露 原来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事 这连世当真狠毒 为了图人家家业 竟做出如此恶事 也是活该 到了星人府 并入高荒的梦园外 得知钱子光老家已经在没有别人后 他做出个惊人决定 他要把女儿许给钱子光 但有一点 须召进孟家 在这里住 钱子光犀利糊涂搭婴下来 和孟瑞儿成婚三天后 孟园外离世 而他则直接成为了孟家之主 一生和孟瑞儿恩爱 直到终老 钱子光是个倒霉之人 因为败过刽子手学手艺 导致人们鄙视和孤立 不得已的情况下 只好去卖枣子 其料竟因此惹出事端 又从此事端中得到了好处 可谓是匹吉泰来 他从此事端中 不仅成功娶到了媳妇 还莫名得了孟家的家业 算是倒霉过后来了巨大运气 可是 我们可以仔细想想 这真的只是运气吗 他看到妇人偷视而相助 妇人离世后 明知已经惹出麻烦 换成别人定然不会去送什么簪子 可他还是去了 送了后 又答应孟园外 带着孟瑞儿去认地方 认完地方还再送回来 路上发生了危险 他又保护孟瑞儿 这才有了后面的一切 如果仅仅用运气来说 实在太过牵强 用善良来说还差不多 他因为善良而帮助妇人 因为善良而送簪子 因为善良而带孟瑞儿看地方 更是因为善良而对孟瑞儿不离不弃 这才是他得到一切的关键 假如他在九四前看到妇人后不管不问 就没有后面的麻烦 当然也没有后面的娶妻和富贵 您说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